大家好,欢迎来到小谷电影解说,在影片开始前,如果你喜欢类似影片类型,不要忘了订阅频道,开启小铃铛,才不会错过新影片哦。 最后竟然走进一间三个字的计算机奇才熊猫阿红,还有少牙猛眼的秘书阿袍,四人在公司受尽宣传部主管,绰号妖姬Christine的歧视和排斥,为敢怒不敢言,此时公司准备大裁员,四大猪扒不幸成为备财目标,设计师春春和高层Gordon为他们深感布置,春春是要助他们由猪扒变上菜,与西龟及阿伦组成空前吸引的燕舞团,为他们筹钱整容再回公司报仇血恨,可惜整容计划处处碰壁,最后竟然走进一间三个字 深恐怖的怪医院,医生用反常疗法要吓到眸出头发,为阿红剥皮,为阿暴剧头骨及为眉变性等,方法虽怪但四人却在医生的妙手之下变成美女,四女重新以全新形象及身份出现,引起整座大厦轰动,除莫因面貌没有改变保持身份外,其他三女都以新身份出现,加盟楼上一家敌对的公司,老板让原先开除三人的Christine拉他们跳槽,Christine面试三女时,备受他们戏弄但迫于总裁压力也只有忍气团, 最终猪扒女不仅在公司赢得了地位,还各自得到了真爱,如果想观看更多视频的话,请订阅此频道